即是說到當你和丈夫相處的時候 開心的時候 你就在守神處理 結果那個人就鬆了 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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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想問你 那你有沒有做任何事 和你的丈夫做任何事 令到關係緩和了呢 真是很老實就沒有的 不過隔了一天 其實是不生氣 那一刻是不生氣 但是沒有再生氣到第二天 但是就沒有採討 但是仍然會和 即是沒有主動採討 但是他問我 都會溝通的 但是我不會主動採討 即是我想他知道 他又不對 好 我們不如一起思想這個情況 你如果可以 掩討回想起這個情況 你覺得有什麼原因 他可能會生氣呢 他在講電話 但是因為他剛剛 講電話 那隻手就是我想拖著他那邊的方向 那變成我拖不到 就想著抱著他走 接著他就 想著第二下的時候 他就發脾氣 他就想著我 那我現在想問你 你覺得有什麼 他在做正經的事 為什麼他會不開心呢 有可能我妨礙他做正經的事 對 但是怎麼阻礙他 大家有沒有想到 大家可不可以想到這個情況 覺得有什麼可能性 一起去想想 可能他會覺得電話 可能他會覺得電話人 講的東西很緊要 即他要專心聽 那他就覺得不想人收拾 對 即這是一個可能性 對 你不知道對方有誰 可能在他的角度 他會覺得這個地方很重要 對 這是一個可能性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的地方 當他因為這個原因 而想推開你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對你的拒絕呢 其實你不開心 因為好像被拒絕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不是對你的拒絕呢 我當然覺得是 你覺得是 但是是不是一定是呢 是 未必的 未必是 因為可能他會覺得 我在這裡講電話 要很專心的 在街上又吵 你還在這裡搞搞局 可能他是這樣想 是 即可能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是 所以說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就是他說 他有時候 一個可能性就是他 要專心 第二就是 他講電話的時候 根本是沒有 他沒有能力去想別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一件事 你聽電話 然後有些人又 指手指 又要做什麼 做什麼 在寫字仔 但是你那時候 說的一件很重要的 譬如說剛剛有件事 你要反而去想的 那時候 他寫字仔 你可能 看不到的 大家可否理解這個情況 當他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未必是 他好像 他根本處理不到 兩件事 不能同時處理那件事 那時候 你又覺得 你生氣他 是 就是出於什麼 而引致那個問題 去想一想 你想不想到 我想到 我想到 你想到 非常好 不如你講出來看看 可以 其實 就算 反過來 我相信自己有可能 在聽電話 是講公事也好 就是重要的電話的時候 如果有人有任何一個舉動 其實有可能 我都會有同樣的反應 只不過就是 發生在我身上 好像理所當然 發生在他身上 因為是Family Day的時間 我覺得 就好像不對 在我女性的立場 就是這樣 對 OK 以你的立場 就覺得不對 但以他來說 他覺得 是 正常 是 那我想問 其實我現在去拆解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而造成兩個 不太開心 就跟著 你都 走了 是 我知道了 所以我 我上了 上層 祈禱的時候 我就 對不起 天父 我知道我做錯了 不過真的很生氣 是 所以這個其實 其實都是說 人性 有時候就是 好像覺得 你又辛苦 他又可能辛苦 那 就是 在那時候都很辛苦 現在鬆了沒有 是 鬆了 已經鬆了 即是 一想到 那晚 一想到 一想到 葉牧師說要享受神 我一直想 享受神 一想到神怎麼愛我 然後我自己都 一想到 坐在車上 自己都在那裡笑 OK 所以已經是OK的了 不過 是好像表面上 第二天 表面上 好像還要裝 裝給他知道 我還是很不滿意的感覺 就是讓他感受一下 那其實就 沒事的 是 那我又想問你 即是說 其實當時發生的事 都可能是 兩個都有錯 也都可能是你 有些敏感 那你又假裝給他看 即是好像有事 那樣 結果是會怎樣 他會 樣子好像死狗 那你又覺得很舒服 對不對 不是 即是我想他知道 他有什麼問題發生 他應該自己知道 是不對的了 是 所以如果不是 他不會有這樣的表情 給我知道 OK 其實我主要想拆解 我們人際關係 很多時候 是 不是一邊適合 不是一邊錯 就是很多時候 其實兩方面 都可能有一些 的問題 那 而最重要 就是說 先說一件事 先說到一個 就是和神祈禱 處理內心那種 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 需不需要處理 和他的關係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還要 要 你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你告訴我 我知道了 不過我還未可以正面地 面對著他 說這件事 我只是透過 兒子所說的話 的時候 大聲一點 讓他在旁邊聽到 OK 我想問你 當你想和一個人 說一件事的時候 我想和你說一件事 我和看個人說 喂 不對 某人 他在做事 他令到我有點脾氣 就是這樣的時候 我想問你 你聽完 你是會覺得 很舒服 還是 是 覺得怎麼樣 嗯 看看鞋子 聽什麼 如果自己瘀了 那些 不用直接聽都可以 好一點的 是的 其實當我們 和另一個人 說另一個人 說另一個人的事 中文也有句話 四個字詞語 指 指 指修馬懷 指修馬懷 就是和另一個人說 另一件事 譬如我和 有一個人說 哎呀 有人 很壞啊 他 哎呀 那又做些什麼 那如果有人對 做那件事 那時候 那時候 你猜他 裏面的情緒 會怎樣 是會 都很生氣的 因為 為什麼他會覺得 因為我不直接說呢 他會覺得 很難和我聊天嗎 其實 主要為什麼我會拆天 我也很感謝你 你又介意 拿出來說 我覺得你很勇敢 我也很欣賞你 又很坦白 承認 都是有些事情 要處理 我覺得很欣賞你 你代表我 拍一拍他 謝謝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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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很勇敢 去說出來 其實 一件事發生 可能我們有一些 開心的感覺 這個奇因處理 第二 就是 我們的關係 當這些事沒有處理的時候 我講普遍 當日積月累的時候 譬如有時候是這樣的 譬如 譬如 他洗碗 洗得不乾淨 不用你洗 洗得不乾淨 洗得不乾淨 或者 總之 小小的東西 或者 有時候沒有解釋 不是很嚴重 就算 譬如你在做一些事 他不在看你 本來不讓他看你 本來不讓他看你 這類的動作 當重複 一路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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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後果是怎樣 都是會有傷害的 所以 就 求主幫助我們 而我們 有時候覺得 好像很難 說出來 正面說出來 這個是個什麼作怪 自尊心 自尊心作怪 所以我們 釘死自己 就是 釘死我們的自尊心 好啦 不要緊的 放手 我很欣賞你 但神給你的力量 很欣賞你 能夠說出來 但是 你在過程中 第一步 得性 就是你那個 靠神 親近神 以至你又喜樂 這個時候 已經是第一步的得性 因為有些人 可能 下一步 就會怎樣 下一步 下一步 就會造成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 有些人就會這樣 好像這樣發生 然後 就生氣 不單止 又走樓上 車 就是 巴士上層 還下車 走完 然後 又 不再幾天 就是 這就是有時候 夫妻關係 救死我 救死我 那你現在已經進步了 感謝主 多謝耶穌 主幫助我們 在這些事上 能夠得性 就是我們的自尊心 就怪 我們的自我 不須得 福氣 不腳 就引致 那我也想說一件事 我不知道這個是 你有沒有介意 我也會說 那就是 在你開頭說話的時候 你用了很多次一個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那個字 是什麼字 是 那個鬼字 那 很多次 你就 我忘記了你是說什麼 譬如有些人 很壞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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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 譬如這樣 有時候的人 都加了一個字 這個 這個 我就覺得 基督徒來說 這個字 最好沒有說 是 是 因為這個字 是一個負面的字 所以 這也是 我們要考慮 很感謝你的謙卑 聽我說 我很欣賞你 一直興起你 好 我 我 我 來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